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他十一岁 从富行加盟阿仙奴 二二年的下轨和阿仙奴签下了第一份职业合约 当时是十七岁 上个球季 这位年轻易锋球员 代表着阿仙奴的U队各行赛事上阵十六场球 有三个入球 十个助攻 大家记得在联赛杯第三回合对着宾福特的赛事 阿迪达居然派新高祖利亚直接给他踢正选 那就不要说阿迪达没有机会给新人 大家好像常常忘记他给新高祖利亚正选 上个球季的下半季曾经把他租借过去史云斯 不过我个人认为这宗租借的行动有点失败 因为他过去史云斯也恶于史云斯借账太多 所以不能同一时间派这么多借账上阵 连柏天奴都已经没有了正选机会 所以新高祖利亚在史云斯上阵次数好像几次都没有 差不多百错 个人觉得这一点是比较失败的 但问题是这次先跟他逐了约 把他再外借出去 就算他在较低级别打得起 有其他的球会对他感兴趣 到时如果要完成一个收购行动 阿仙奴都可以赚上一笔 这一点是进步的 不过也要年轻球员肯和你逐约才行 我其实逐了约也没什么问题 如果你不肯逐约等到约满才离开 好像表面上 你可以叫价格高一点 但如果你踢得起 同样球会 也可以在球会之间向你招手 给回转会费 你自己踢得出息 其实也可以代价而沽 最重要的是你自己争取到表现 另外一些足球媒体透露出来的消息 就是说阿仙奴在沉急在8月底之前 再引入多2-3位的球员 那我们算是 即将会来的梅里路之外 到底是否还有1-2位球员会加盟呢? 而这些球员加盟 如果我们集中将焦点去看位置 是否中前场呢? 中前场的话 亦会有一华利利的冒气 换言之有些位置是顶着的 那我们要看 虽然史密夫、鲁维尼一队 Nelson是否有机会来队呢? 如果再补充一些球员 会集中在哪些位置呢? 那有传 因为这样 發比奥韦拉 这一位来到阿仙奴 始终都不能够 很正式上力的球员 有机会被外遮 我个人反而会这样看的 即使路维尼一队 就算他真是最后都离队 那是否发比奥韦拉 就有较多空间呢? 我不认为 我真的不认为 因为他的表现始终难以令人感觉到 有十足的信心 亦是易伤 现在亦是在休息的 踢完几场热身赛 又说是伤 对他的发展其实挺不利的 反而去到一些强度没那么大的联赛 打回信心状态 或者是有表现的话 可以跟他再续约 然后有其他球会要的话 亦可以放高一点价钱 那时候才有这样的能力 现在的发比奥韦拉 老实说当天 三千多万欧元过来 你现在就收到二千万欧元以下 我都对他 反而 转会大臣最有准确性的大卫奥恩斯坦 就表明了 压迹士这间荷甲的球会 对蓝思道非常有兴趣 但是他们只是提出来的租借报价 而阿仙奥就不感兴趣了 回到一会儿 如果你要蓝思道的话 就会永久转会 永久转会的价钱 即使未必能给得起 而且蓝思道的工资也不低 当然我认为 一支球队拥有两名巨分量的门章 本来不是一件坏事 只不过蓝思道先前做了一段时间的整算 OK 另外一件事 就是说回梅里路 《泰晤士报》的记者 就表明了 2980万英镑 应该是皇家苏斯达 最终首肯的要价 可以放个梅里路给你 另外西班牙媒体那方面 也差不多了 这个价目是3500万欧元 有望在一个星期之内就完成了 来自很多方面 关于梅里路的消息 最后我只能说 大卫奥斯坦 他透露过 阿仙劳的而且确加紧努力 向黄蘇收购梅里路 谈判也在进行中 他也证明了 较早时大家各大媒体看到 这里过去西班牙 努力促成这一宗协议 这里也是昨天的英超赛事 阿仙劳队狼队 也看到直上 观众席是有他在 即是他回来的 应该是否坐着 但大卫奥恩斯坦 有一个重点提出来 他就是说 阿仙劳需要出售一名球员 无论是签入 然后是梅里路 的之前或是之后 就算梅里路来了 那个焦点就是尼基迪亚 这个位置 尼基迪亚当然跟梅里路不同 但是那应该是 所谓的金钱上的出入 再加上 看回阿仙劳第一场 对着狼队的赛事 最佳的人脚都放出来 但问题是 有些球员的表现 我们担心他到底是 状态还未够 还是他本身也在走着下球 尤其是中场中路位 这个托马斯柏迪的位置 稍微给他多一点压力 尤其是那场球的表现 在下半场 一些转身再推进的时候 似乎他好像不太警觉 周围有什么人 这个可能状态又比较难 托马斯柏迪的 的确中场中路 是需要多个人用 因为佐珍奴的年纪也不小 但是我又这样看 如果梅里路来到 他看的波路又不太好 是托马斯柏迪那类的 换言之如果他站在那位置 可能就要把迪奇迈斯移进去 或者偶有佐珍奴的正选 但是如果迪奇迈斯移回正中 当然他英格兰国家队也是这样的 但是他刚刚在左路上落 建立出来跟队友之间的默契 以及在左路上落的配合 可能又会移走 比起梅里路 梅里路是不难适应的 或者是更加好 迪奇迈斯就是 坐在正中间的位置 这样的调动 换言之 其实中场最正中的位置 你还要再多一个 我并不是很认为 梅里路是中场中路的位置 不过这个纯粹是个人看法 再说说其他联赛的转会消息 二甲和法甲之间 其实前几天已经转会了 25岁的法国国家队的中场球员 尤素夫科芬娜 加盟了AC米兰 从摩纳哥过去 过去那三个球员 摩纳哥是绝对一个主力的正选 转会费是达到2500万欧元 亦有很多球会 增逐尤素夫科芬娜 但是这个球员 又不知为什么 他最想去就是 我想去AC米兰 上季那场赛事上阵 35场球 4个入合 4个助攻 作为一个中场球员也算不差 而且他不肯和摩纳哥 逐约 只剩一年合约2500万欧元 放走他 可以的 这个价格 如果他去英超 又肯定不止2500万欧元 尤素夫科芬娜 看他外形黑黑实实 虽然不是很高 但大家都会把他当作 硬朗的中场球员 但他其实是个进攻属性 颇强的球员 如果您找到一些数据网站 看看他的能力值一些 PISA图 你就会看到 他在进攻创造机会 以及射门的能力 在对比之下 统计出来的数字 高于他所谓的防守行动上的能力 另外一宗就是今价有份 踢欧冠的西甲中营班球会 基朗拿 对于中营班球会来说 人脚不丰厚 踢欧冠的 小心点 随时拖垮自己联赛成绩 他们官方宣布了 签入来自 苏超鸭巴甸的前锋球员 米奥夫斯基 转会费也有800万欧元 他是属于北马 北马其顿的国脚 新高1.89 上季各项赛事 上载了53场 宋格兰 有26个球 有4个助攻 也挺可以的 我个人看回他的片段 他觉得他不是很硬 虽然他也新高1.89 有一定的速度 以及在禁区顶 入禁区入涉的速度 也不错 技术水平 要看看联赛的抗衡程度 有多强大 拥有一定的技术 也有左脚的射手 看看基朗拿 会不会成为另一位 大家记得乌克兰的国家队前锋 杜夫碧克 现在转投了一个狼马 其实他过去也是 刚刚上季才转投基朗拿 会不会是一季的神奇起围 那种球员呢? 尽管看看今届他的表现 另外一宗就是 德国天空体育的报导 贺芬咸 他将他们的射手 拜亚卖给多蒙特 但难逃折劫 本来就是这么说 说利华古信 现年22岁的捷克国前锋 何锡 将会租借过去给李斯特成 但捷虎留在德国 捷虎的那间球会是何分咸 要他填补拜亚离去的位置 本来李斯特成之前和利华古信 谈拖一笔租借费 再加2千万欧元哥 强制买断条款的转会合约 现在就射给何分咸 亦准备接受何分咸各方面的体检 另外一宗就是媒体Dialectic的消息 英超球会收咸顿升班马 租借20岁的车路士中场球员乌高却股 但这宗租借不含买断条款 乌高却股是去年的夏天 车路士向法甲球会雷欣 以2千7百万欧元收购的 上车乌高却股那项赛事 上阵过15次 正选只有6场 还没得到位 但车路士不愿意将他永久被卖走 因为他们好看乌高却股 未来他说 认为有能力成为一个新的曹亚文尼 曹亚文尼也很新 另外一宗我就有点莫名奇妙 为何多蒙特不留住他 这位就是现年18岁的 德国U队国脚前锋 巴利斯布伦拿 卖走他 卖他过去摩纳哥 超过400万欧元的转会费 但这位球员转投了摩纳哥 就不会立即在法甲上阵 先将他租借过去比甲中型班球会 就是释格纳布鲁日 这类不是布鲁日 而是释格纳布鲁日 中型班球会 但巴利斯布伦拿 在U17的世界盃 U17的欧国盃表现相当出色 U17的欧国盃更加射手 取得金区 亦取得最佳球员 世界盃上U17的世界盃 亦有一个很好的表现 亦取得赛事金球长最佳球员 一个是青年前锋霸主 我们也要留意一下他上阵的片段 这个球员在持球推进的能力相当好 以同年龄段的球员比较 亦是进入禁区的左路位置 右脚射回大位的那下的技术 都已经叫了一个年轻球员 运用得很纯熟 有一定的爆炸能力 提升他上一队 比较后备机会的上阵都可以 不知了,可能这位球员就急于来队 尋求一队的上阵空间 摩纳哥又知道他的好事 先拿了他 但是知道未必有位给他踢 所以就把他租借过去比利时 比利时也是一个... 如果联赛来说 属于一个兵工厂联赛 也是磨练一些新兵的很好的地区 另外一件事是早几天已经发生了 就是星班马英超星班马叶士维持 就签入了现年28岁的来自暴力班的前锋 斯摩迪斯 已经有第一场 主场对着利物浦那场上阵 下半场入梯 但是安放在左路的位置 转会费有传说900万英镑 也有传说1000万英镑 上轨是英冠的神射手 大家看看 神射手绑手,是金虚掌 暴力班就埋走他 但是上到叶士维之 就是如何安排他踢 要考考麦堅兰的功力 另外叶士维持当然租借了 大家都知道 就是曼城的中场球员 基云菲立斯 这个英格兰国家队的中场球员 希望他能够踢得好 但是在第一场对着利物浦的赛事 基云菲立斯就没有上阵 说回曼城租借了基云菲立斯出去 也是刚刚跟韦斯涵达成了协议 就将他签入一位前锋球员 曼城签人就签这个 就是迪云木巴马 转会快已经达成了协议 区区补偿120万英镑 体检也已经安排好了 当然木巴马这样签得过来 曼城仔维持着他 就签入一份长约 这个球员到底表现是如何呢? 会把他外借还是在U队先踢 还是会很快 哥迪奥拿就会在今季 给他一队一些上阵空间的机会呢? 另外车路士的新教练 马力斯卡也表示 亲口表示也挺奇怪 就说捷维尔这位阻级球员 有可能在转会枪完结之前 就会离队 他说对于捷维尔来说 他认同他的能力 但是离队尋找比赛空间上阵时间 可能对他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问题上 他的确是没有办法 目前在球队里面 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位置 早点表明 早点放行 但是能不能放出一个高价 又要再看看 来自意大利天空体育报导的消息 祖云达斯 已经向亚特兰大提高了 荷兰国家队中场球员 高普·美拿斯的报价 亚特兰大拒绝了上一份的报价 那份报价也不惹小 今时今日还会以夹这个环境 5000万欧元再加500万的浮动条款报价 厄特兰大拒绝了 根据报道 祖云达斯的第二份最新的报价 就是5200万欧元 而浮动条款加到700万 前后加多了400万欧元 总价是5900万 高普·美拿斯一心很想等待 尋求转会祖云达斯的机会 但要看看两间球会之间 目前的协议是如何 高普·美拿斯 我个人觉得是相当可惜的地方 就是今届欧洲国家杯 他受伤 在开始之前已经离队了 而这个球员今年26岁 这些年纪本来过去早两三季 这些价钱是不过分的 但今时今日的经济环境 去到5900万总价来买高普·美拿斯 我觉得亚特兰大很有信心的 但的确他的能力表现上届 在欧霸杯一直杀到入决赛 他的表现相当之好 主要他中场有一定的效率刺激力 而后想突入在攻击位置 和队友之间的配合一走位 总而言之是一位 有一定的技术 有很高效率的球员 这些衣甲相当之杀食 我个人很喜欢这位中场球员 过了祖云达斯 祝他心愿达成 好了 另一件事回到英超 热刺官方宣布了 从英冠的球会搬离 签订了他们19岁的法国逆锋 威尔顺奥多伯特 奥多伯特将会和热刺 签订了一份五年的合约 转会费也不便宜 2500万英镑 再加500万英镑的浮动条款 而且搬离仍保有这位法国逆锋 下次转会二次分成 即是10%的条件 我觉得热刺今季的组军 虽然不是很高调 除了六千五百万 签一个苏兰基 我认为苏兰基自己也猜不到 但对症下弱 因为在正前的位置没有了 你不能再依靠孙兴文 正前的位置 他的体格不足以应付 32岁 李察尼晨又... 这么早走下坡 现在这一刻也有伤 普斯迪哥高奥的体系之下 他也不太合格 最主要是因为他持球推进的能力不强 普斯迪哥高奥很喜欢 那些涌着球 推着球去得到的球员 这样就加重了孙兴文的负荷 所以我觉得他们出高价也要叫苏兰基 在这一刻苏兰基也处于黄金年纪 是合情合理的 他自己也争气 上届巴尼茅夫看得这么出色 另外如果从巴尼签入了奥多伯特 增加了边线进攻球员局的调整调动能力 其实他们还签入了艾茨格雷 他们也把艾马辰放过去给A4米兰 签回艾茨格雷 就是为未来打算 又未必立刻会占据到 他在列斯联上架 看右闸非常出色 我相信右闸这个位置未必会立刻霸出 除非扑罗有什么闪失 但是为未来 看看热刺 普斯迪哥哥我有过上季的经验 是否一来季初就大开大合去踢呢? 我觉得未必会 因为都要吸取一些经验 未来看看热刺 在英超第一周 就是首尾轮对李斯特成 到时再看看他们的表现如何 最后一单说回来 阿特兰大很有可能 有架放到高普美拿斯 比祖韩达斯 但是他们也宣布即将会签入 现年22岁 来自二甲球会 乌丁尼斯的中场球员 沙马迪斯 我转换一份据报道 是2000万欧元 再加上浮动条款 我觉得这个中场球员 这个价钱是值得的 阿特兰大本来的目标 不是沙马迪斯 而是效力赛鲁尼的奥拉里 但是四次出手 四次出架 都被赛鲁尼拒绝了 说回沙马迪斯 他本来以前是效力德国U队 亦是比喻为德国队 未来中场的希望 个人看看他的踢法 你问我 他是一位左脚球员 无论长短拳的传送能力 都相当强大 这个球员 其实我觉得是 似却奥斯那类 似而已 不是说能力等同 但他今年到22岁 但最后他选择代表 塞尔维亚的大脚 当天被誉为德国之痛 损失了一个很高潜力的球员 这个球员过得亚特兰大又怎样呢? 亚特兰大的中场球员 要技术之余 都是刚才我形容高普美拿斯 是上落频率很高的 是要很勤力很勤勉的 不过迪努欣也是这一位 踢了这么多年也是 高普美拿斯 这个沙马迪斯 我就觉得这方面要加强 他今年22岁 他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他拥有这么好的技术 但我觉得他上落的频率 可能要加强一点才行 就是这样 如果可以的话 这位阿特兰大将来再将他变卖 可能就不止2000万欧元 可能成几倍都没成功了 下集的专门大臣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